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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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不同的语境 无非就两个意思 一是爆出名号 表明身份 一是大丈夫顶天立地 天福地载 父母生养 堂堂正正 二是做事有担当 光明磊落 不推诿 不逃避 两三含义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无论是谁 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都得有自己合法正当的身份 不能遮遮掩掩 怕人刨根问底 不能经常换马甲 逃在诈骗 更不能离鬼 装礼魁 满天过海 嫁祸于人 这就涉及到明法中一项特别重要的权利 姓名权 按照明法典第10012条的规定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 有权依法决定使用 变更 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 明法典将姓名权放在人格权项下 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予以规定 实际上从法文化层面考察 姓名权最初表现为一种身份权 是基于亲缘身份而产生的一种命名权 孩子长大成年以后 一般会原用父母尊长这种次的名字 当然也有少部分自己做主换个名字 这个时候我的名字我做主 姓名权才从传统的身份权 转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权 也就是说孩子一出生 无论是古代的取名字字 一或是现代的这种出生证明 户籍登记都是父母家中的尊长做主 这是基于身份而产生的命名权 属于专属性的身份权 但子女成年了 就享有独立排他的人格权 我的名字我做主 名发点为什么独立规定姓名权呢 因为姓名啊 半人众生 既是一个人脱身家族 传于家谱的显性记载 也是一个人融入社会 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有效结底 所以姓名权 它是融会了家族元素 个体熟性 文本呈现 命名权力 处理指令 各项内核生成的系统性权力 也就是说姓名权绝不是我的姓名 我做主那么简单 姓圣名谁 不单纯就是一种身份表达 和个体人格的彰显 还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一个个具体姓名的背后 还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法权博弈 和文化选择 结合民法典制度设计 我们从法文化角度 具体探讨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跟谁行 孩子生下来 随父亲还是随母亲 随着二孩政策推行 这一老大难题又开始图形 困扰了不少小夫妻 还捎带上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甚至太爷爷太老了 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老大了 就是因为涉及到理俗和法律的矛盾 按照传统的汉族理俗 孩子无论是男女都应当随父亲 也就是民间的道茶们 那就应当随母亲 但按照法律 中国大陆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为实现男女平等 赋予了夫妻共同决定孩子姓名的权利 所以原来婚姻法规定 子女可以随父亲也可以随母亲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 为防止姓名权滥用 也规定孩子原则上应当随父亲或者随母亲 理俗和法律矛盾必然转化为现实权利的冲突和博弈 为化解这些矛盾 民间博弈方式可谓 逞其斗艳 各领风骚 有的建议利用现代高科技 身对双胞胎 要么就是一下生两个 一个随父亲 一个随母亲 如此一来清清圆满 家庭和美 有的主张夫妻事先约好 一切由老天安排 生个男孩随父亲 生个女孩随母亲 还有的夫妻干脆让孩子自己抓救来决定 还有的干脆找个同性来结婚 认真说来 法律是为了确保男女平等原则 才介入家庭事务 规定了夫妻同等的决定权 但如此父权 导致家庭自决权纠纷 不断地移除家庭 挤入司法环节 这无疑会耗散有限的司法资源 还增大了社会的治理成本 尽管现代法律规定 子女可以随父性 也可以随母性 但在大多数的家庭中 孩子都是随父性的 好像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事情 那么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 孩子为什么都要随父性呢 孩子为什么要随父性 这问题在今天涉及到男女平等 所以敏感尖锐 但在历史上 姓氏的父系继承呢 不仅仅属于非正式的理俗 还是一项正式的法权 它不仅在中国流行了数千年 在西方国家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实话实说 孩子随父性跟男尊女被男女平等没关系 和什么男权中兴主义更不斩别 历史上之所以形成了随父性的习俗和法律 真正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在以下三个方 首先是基于自然分共 人类社会早期 生存竞争激烈 男性在生存能力和这种发展空间上 都远远大于女性 这种自然秉赋和社会分工 让男性赢得了主导性的地位 成为家庭家族的顶娘柱 当家人 男性给女性带来安全和食物 女性为男性生儿育育打理家务 正是这种自然分工 引发了各大文明在法权上 共同趋向于子女 随父性 传统的尖挑 就是一个男性 他要担负两个家庭 他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 传记相活 即便是入罪 民间也有个习惯 就是入罪的男三代以后生下的男孩 可以归宗的约定和习惯 其次身份推定 根据动物行为类型区分和遗传学理论 一般动物种群都属于交配离开型物种 只有人类和极少数鸟类才会建立相对稳定的家庭 夫妻共同营造付出 但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 母亲的身份永远肯定 夫妻的身份却难以确认 基于这种自我基因的传承需要和本能选择 任何雄性都不愿意去抚养 不属于自己的后代 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艰难的生存付出 还可能为保护后代牺牲性命 所以雄性在稳定配偶关系后 必须对子女的身份进行确诊 而姓氏就是除基因之外 身份认同的最有效方式 第三 鉴别世系婚姻 根据近代以来的遗传学理论 男性从父亲祖先基因中 可以传承一种永恒不变的遗传物质 那就是歪染色体 子随父姓不单纯是亲子关系的证明 还可以用来辨别世系 确立名分 辈分 催生家庭人论中系列的行为规则 和法律制度层面的身份权利和意义 那更可以由此来鉴别婚姻 防范 乱论 乱宗 确保家族血统传承的优势竞争力 所以同性不婚从周情以来 就是中国法律和人伦的首要原则 家谱中的辈分也通过字谱 代代流传 走遍天下海角 你只要报上信 就知道是否属于本家 航辈如何 那只能这样才能避开 法律和人伦的这种禁忌 特别需要声明的是 虽然子随父姓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也具有合理依据和理发渊源 但时光轴隆 毕竟转向了21世纪 男女平等也成为当今的价值共识 王小二 刘三妹结婚生子后 孩子到底跟谁姓 可以按照传统随父姓 也可以遵循新风尚 随母姓 但都应该两夫妻共同协商 那后来协商好了 随父姓 叫王三喜 但是三喜长大以后 觉得王三喜又土又糙 自己做出改名叫刘一飞 你当爹的王小二 再生起也没用 因为这是孩子的独立人格权 一个人的姓名 是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的 其中姓氏来源于家族血缘 一般不受主观支配 而名字却是块自留地 经营权归个人所有 起什么样的名字 代表了一个家庭的学识与修养 同时也寄托了一种志向和愿望 那么名字可以随意取吗 在传统社会 人们为子女取名选字 都有哪些讲究 现代法律对此 又是否有限制性要求 系列节目 民法典文化解读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我的姓名谁做主 第二个问题 名和字是什么关系 古人对名和字 有不同的区分 名以正体 以字以表德 名代表正规的身份标记 负载了副祖辈的命名权利 和未来希望 字呢 它就是名的一种阐释 生化 古人所谓正体之体 无非有四个方面的内涵 一个是取名属于 严格的身份权利 是副祖辈的 专属性 人生权 在古代 一经取定 哪怕再吐气 再难听 子孙都不得擅自改动 否则就是不孝 二世民 必须遵循家族世纪中的辈一份 不能乱辈 有伤人伦 今天的行辈 班辈 都来自于古代的 红牌师自辈谱 后人不得随意改动 否则三代以后 谁是输 谁是职 都分不清楚 这就是民间所谓的 没谱 不靠谱 三世取名有忌讳 不能建阅 对内 你不能够建阅 祖辈的名 对外 凡是法律所禁止的名 也不能够取用 四世民 一般都具有特定的道德诉求 或者审美内涵 寄予了长辈对后辈的 殷切期望 美好祝愿 今天的成语顾名思义 就来源于长辈为子侄辈取名赐责 曹魏时期的司空王厂 随时教导子之辈 遵循自然之道 不能够逆天而起 唯其如此才能够尽到唯子之道 他在见面儿子和侄儿的时候 特别谈到两个观点 一 富贵必以道 无望求无速成 一夜长明一夜报复 只能招来无望之灾 二是 富贵必之足 无贪恋 无固守 一味贪恋 权味金钱的 没有任何人有好下场 王厂的思想 第一种属于典型的儒家 第二种属于典型的道家 他专门给两个侄儿取名 一个叫莫 自处境 多做事 少说话 另一个叫成 自处道 隐藏不漏 低调淡薄 他为自己两个儿子分别取名 一个叫婚 自服冲 胸井开阔 反扑归正 一个叫身 自道冲 水生流环 顺势而为 名字取完了之后 王厂又专门写下了书面的借条 要子之辈们随时顾名思义 遵循儒家教义 体位道家争地 明白沉默充须的争政海 只有这样 才能保家 保身 永享 俘虏 名字还真的有强大的心理暗示功能 王厂的教会成效怎么样 从他以后 七代子孙都能够充须自所 家道新臣 敬阳王室 忠诚 世家大祖 父祖辈的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确实很骨感 像王家这样成功的例子不少 但也有父祖辈 悔之尊尊 子之辈 听之渺渺的 失败个案 比如唐代著名诗人 书法家杜沈颜 他父亲为他取名 沈颜 自闭解 意思很明确 要他少说话 慎口 慎言 但偏偏杜沈颜 个性张扬 世才傲 狂妄无别 他公开宣称 以他的聪明才智 要写诗作文 屈原宋玉 只配给他当助手 要动鼻辉豪 来点书法作品 王羲之就得下跪求饶 如此性情 自然没有好人员 杜沈颜被同辈嫉妒 排挤 由洛阳县城 便为鸡州私户 也就从常务副院长 变成了分管 民政的科长 但杜沈颜不仅没有 吸取教训 收敛个性 又和当地的同僚 势同水火 后来被当地官员 联手陷害 进了监狱 还要找查 要他的性命 这个时候杜沈颜的儿子 杜冰出面 这个13岁的小男孩 为了救爹 持刀杀死了 陷害父亲的地方官 自己也被当场乱刀砍死 杜沈颜是著名诗人 这不可否认 但他是一个失败的儿子 和父亲 这同样不可否认 狂淡四傲 动则以言得救 这显然是有违副教 自己不了解事情 更没有教诲儿子 如何去辩查世道人性 还一味任性 终身坎坷 还搭上了13岁儿子的生命 这显然有违副道 第三个问题 性命权的自由空间 有多大 我们分析了性命权 属于身份权和人格权 都属于绝对权 还具有排他的 但是是否就意味着 我的姓名我做出物 想怎么取就怎么取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不是 姓名权虽然属于绝对权 专属权 但还必须依法行使 比如姓 你只能在父姓母姓 或者其他直系尊亲属当中的姓选择 你不能脱离血缘亲属团体 损害这种可识别性 要那样的话 不仅不利于确证个体身份 亲属关系 婚姻关系 国家的户籍管理 人口统计 千辛移移民 也会面临问题 2009年 济南有个市民 生了个女儿 灵光一闪 诗意大发 给女儿起了个名字 叫北宴云役 然后兴冲冲的到派出所 办理户口登记 结果被泼了凉水 户籍登记机关认为 北宴役不符合 办理户口登记条件 拒绝登记 该市民就认为 户籍登记机关里 侵害了自己女儿的姓名权 所以提起了行政诉讼 这诉讼从基层法院层层上报 一直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最后任地 北宴云役违反了姓名权 一般随父姓 或者随母姓的善良风俗 不予保护 2015年 历史六年 的诉讼告一段落 法院拨回了诉讼信求 不得以北宴役役役役役役 作为姓名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意见 和法院的判决 有道理 否则 你今天生个女儿 叫北燕云一 明天他生个男孩叫蓝牌三叔 那大家都来这样取名字 整个世界就乱套了 为此明发典专门 将以前的司法解释 纳入发典当中 规定即使要在父母之外 选取姓氏 或者新的姓氏 都不得违背 公须良俗 不能跟孩子娶什么天安门 正天是玉皇大帝之类的 可能危及公共秩序 当然更不能跟孩子 取名什么老斗 自倾自荐 让孩子走到哪儿 都抬不起头 此外还必须留意两点 我的姓名我做主没问题 但如果换了姓名 你就得到户籍登记机关 进行变更登记 同时你以前的所作所为 比如婚姻关系 签订的合同 欠别人的债务都具有 延续性和约束力 不能换个马甲 就翻脸不认人 艺人有艺名 作家有笔名 网络时代 几乎每个网民 都还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网民 很多大腕明星 我们往往只记住了 他们的艺名 却不知其真实姓名 那么这些笔名 艺名 能否和姓名一样 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我国民法典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系列节目 民法典文化解读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我的姓名 谁做主 第四个问题 艺名笔名 是否受法律保护 根据民法典的 10017条规定 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 笔名 艺名 妄名 和姓名权 受同等保护 前几年 某师傅将徒弟 租出师门 还要收回艺名 引发了传统师徒的 伦理危机 在师父看来 死名是我取 师徒名分没了 自然就不能再用 否则就是 欺世盗名 这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传统演绎行业 艺名就是一种 关于学徒的身份证物 是解决个体存在 及其所在行业社会关系的 最重要评证 有朝一日暴红 天下随人不识君 艺名不仅代表了 本人的成功 更意味着师门的荣耀 同时 艺名还代表了 一种归属感 艺名不仅有 隆隆的艺术感 还累在蕴含了 徒弟的学员 师承关系 显示的是艺人 在师门当中的 身份归属 和内部地位 这些都是古老的 行规和习俗 在古代 没问题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 就可能成为 限制徒弟人格权的枷锁 所以民法典 打破身份强制 彰显个体权力 如果徒弟 长期使用艺名 产生了很强的 这种识别性 和社会影响 甚至以艺名 作为正规的姓名 还扮演了什么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甚至结婚证 离婚证 银行卡 股东登记 等等 那就不是师父 所能够收回的了 换句话说 即便你给徒弟赐名 喜洋洋 灰太辣 只要有了 独立的身份识别功能 并且产生了 社会影响力 这一名就具有了 独立的法律意义 还会次生特定的人格权力 除非徒弟本人 愿意放弃或者更改 现代社会的师父 无权尺度 最后我们要说 姓氏有文化的底蜜传承 也有法权的对立博弈 既介入了父王 也承载着孩子的独立人格 但归根结底 性命无非就是一个识别符号 有真爱 有担当 才能让这种符号 充满温情的人性底色 也才是孩子和家庭 未来的希望所在 谢谢收看 请看下集 男人和女人 是人类对自身性别 最为常见的分类 然而现实生活中 也有人对自己的 现有性别并不认同 那么一个自然人 到底有没有权利 进行性别选择 我国民法典 对性别选择 又做了哪些规定 下期节目将为您讲述 性别可以选择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